榴莲蜜语,不讲理解 榴莲?怎样开啊? 怎么开不到呢? 这么难开? 剪刀可以吗? 哇,原来开榴莲这么难的,都开不到的 用剪刀又不可以,用刀又不可以 到底怎样开榴莲? 这次榴莲真的很困难啊 我想到一个办法了 这个什么? 这个是榴莲肝 我的朋友,刚才送我一包榴莲肝 我开出来吃的时候 它是怎样子的呢? 你看,榴莲肝 它是这样的 拿里面一包 拿开吃 它里面呢,一颗一颗呢 都是这样子的 一颗一颗,都是这样 它是一颗一颗的 然后,你看 榴莲是脆脆的 很奇怪的 原来,这个榴莲肝 它是这样子的 它放在零下 就是把它冻干 把它冻干脱水的技术 把它放在零下 40度把它冻干脱水 哇,我在口中的时候呢 经过我们的口语 主角的时候呢 它会还原成毁 一模一样的榴莲肝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是100% 100%榴莲肝 把它冻干脱 哇,口感真是不得了 嗯 你在看电视啊 看电影啊 或者跑步啊 去酒店啊 都可以 在任何一个角落 都可以吃到我们的 榴莲肝哦 原来榴莲肝 是这么方便的 这么容易的 这么简单的 哇,随口就丢在去 就可以吃了 所以呢 以后呢 就不需要再烦了 怎样去开榴莲 还要等榴莲叠 还要开榴莲 很麻烦 就买一包 我们的 这个就可以啦 这个就是榴莲肝啦 好吃啊,真的好吃 出炸的 好,真的 在这边 好 我去哪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